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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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很多里长关心大概是都市更新的问题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尽量让里长们来表达意见 我们也会请局处首长张文童人来做一个回应 大安区永康里李明英里长提出期盼永康街双号人行道更新 在这个国际观光商圈的路上已由李明跌倒受伤 人行道路面凹凸不平且狭窄 希望师傅协助铺平改善人行道 现在的人行道的上面的砖块是凹凸不平 然后导致在右边的那个照片是我的李明 走在人行道上面跌倒然后脚断了 那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人行道上面是给人走 为了就是要给他能够很安全的走在那个上面 不能说因为他的设计 之前的设计是这样的 我们也不能否认他的设计是非常好 是可以耐用可能一百年以上的人行道 但是他是不堪使用 所谓的不堪使用 我们先不要讲他的美观 或者是他的其他的作用 李明已经跌倒了 市长我不知道你觉得说 如果我们自己的家长 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走在人行道跌倒 然后脚断了 不晓得你会做如何的处理 那这个李明 我的大姐 我本来想跟他申请国陪 他说不用不用 李长你只要告诉市长 把我们的路 我们的人行道铺平就好了 他的要求就是指他把它铺平 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中间的那一块 那个照片是永康街一号的建案 那天我看到他就可以把它弄平 因为新公处我曾经这个会看过三次了 之前跟我讲说这个材质是没有办法弄平的 我那天看到说他为了一个建案 他可以把它暂时性的铺平 到最后还会再复旧 但是他都可以做到 为什么我们新公处做不到 可以把它铺平 为什么我们做不到 我的要求就是让它铺平 让我的李明走在上面不会跌倒 这个永康街人行道更新这一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有列入更新的考量 那因为这个路面是早期92年 造街都发局造街计划所铺设 那因为当时用的这个是属于块砖 那跟现在人行环境的要求 平整的这个水准有点落差 但是因为在整合地方意见的时候 因为永康街的两边属于不同理 那对于这个人要铺面更新的这个 这个诉求有不同意见 所以我们后续是再来召开这个说明会来凝聚共事 听取里长关切的市容与行人安全问题 讲完立刻回应一定要更新 你的朋友也会跟我讲 这个路面当然当时的设计是很漂亮不错 但是因为不平 所以有些老人家轮椅推过去 其他就会干脆走马路上面 其实是很危险 所以我想基于这些理由 我们来做 我觉得应该要做 我们把它做一个重新的把它 铺平 那当然这个也 因为二十年了 我们现在应该在技术工法上面 也可以把它不只做得好 也可以做得更漂亮 因为永康街商圈 终究是一个国际知名商圈 我们希望先从双号这边做起 我们也希望带动一个示范的效果 也让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经过这么多年 是需要把它做一个整理 另外龙春历彭为良里长 也向蒋万安争取里长春节慰劳金 盼蒋万安能改善里长权益 其实在座的县堂上到市长下到这边所有的工友 在座所有人你知道你们都有年农奖金 唯独谁没有 就里长没有 这么多人你们每个人都有就里长没有 拉到全国全国从总统蔡英文也有 到这个各级的民意代表全部都有 就是里长没有 我不懂为什么 对不对 你所有在做一样在做服务 做这个服务民众服务居民 唯独为何各级民意代表都有 但是里长就是没有 当然我知道这个是法令的问题 那我想其实给里长这样子的这个照顾 它其实不是为了自肥 也不是为了绑装 它其实是为了健全这个基层对里长的照顾跟肯定 对里长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肯定 那当然这个议题 我知道这个其实中央层级的部分 它其实很简单 因为市长做过立法委员 他其实也知道 只要其实只要把这个地方知己条例 第七条里面 你只要阵列春节文件 这个项目加进去 朝野协商其实讨论 其实愿意过就过了 有一个地方民意代表费用知己的条例 那其实要修 就像里长讲的 其实只要文字把它加进去就可以 当然台北市我们对里长 明天比如刚刚局长也有跟我讲 我们其实也有给里长们出国的考察费用等等 但唯独年终奖金 相较其他的各级民意代表 反而独缺里长没有 我会来跟中央反应 包括之前几个事情 警消的警刑加急 危险加急 我跟行政院反应 也都有得到正面的回应 那为了里长这个提案 我也会跟行政院来反应 好不好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为让行人安心通过路口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 持续办理行人绿灯早开 在暑假前已经完成全市147所 国小周边200处路口设置 后续将在8月底开学前 完成133所国中及高中职周边路口检讨 执行车道前方还是红灯 不过一旁的行人号制灯 已经先转成绿灯 这是行人绿灯早开措施 为了保护行人通过路口的安全 台北市交通管制工程处 112年持续办理行人绿灯早开 到6月底前 已经完成全台北市147所国小周边 共200处路口及内湖路一段 8处路口设置行人绿灯早开 我们目前台北市今年已经设置了 到6月底累积了577座行人绿灯早开 那其中有258处是今年已经设置了 那我们目前设置就是 在3月份的时候有 针对全市24所示范学校 周边去设置行人绿灯早开 那在6月底已经完成 全市所有的国小的行人绿灯早开的一个检讨 交通处方面也特别说明 在路口选择设置行人专用时向 与行人绿灯早开的差异 主要根据的是当地的车流状况 行人专用时向是把行人跟行车完全的分开 那所以相对来说行车会减少的绿灯时间会比较多 所以对整个车流状况影响会比较大 所以我们原则上就是 在车流条件允许下 我们才会去设置行人专用时向 那行人绿灯早开就对车流的冲击比较小 所以我们就是会把行人绿灯早开 作为我们目前的一个路口的基本配备 交通处方面表示 接下来将在8月底开学前完成133所 国中高中职周边路口检讨 年底完成12个行政区各一条主要干道设置 目标全是达到900处行人绿灯早开路口 将绿灯早开列为耗制路口基本配备 至于外界反应 行人无故停在人行穿越道影响车流的情况 交通处方面也研议设置行人耗制早关措施 在保护行人的前提下减少对交通的冲击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行政月上个月宣布 军公教明年调薪4% 请紧加给调升15% 立法委员王宏威 台北市议员徐晓芯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就召开记者会 表示明年调薪时 中央只会补助一半 痛批是中央请客地方满单 立法委员王宏威 台北市议员徐晓芯 前台北市议员罗志强 召开记者会 针对明年军公教调薪 中央却只补助一半 仅情加几经费 中央也只答应给今年半年 王宏威痛批 113年军公教调薪 北市府预估预算 大约就要22到24亿元 现在忽然砍办是要地方政府去拿找钱 今年6月底台北市政府根据就是军公教调薪的部分 要求拜托中央能够比照111年能够给予全额补助 这个是在今年6月底台北市政府去跟行政院主计处希望能够得到全额补助 这也是原理来办理 但是没有想到 在今年的7月4号 主计处就片面的说 你们呢要用自有裁员来筹措 然后呢 规划中央呢 是用办数来协助 而且说呢 哎呀给你们办数已经够了啦 那其他的你们自己去自行想办法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也知道 在前不久 中央也宣布了 仅情加急要提高15% 而且呢追溯从今年的7月份开始发放 那么这个金额其实对地方来讲也是一笔大钱 那么现在中央对台北市是承诺会给他们今年下半年8亿多 看一下 8亿2000万 8亿2000万 但是我所了解 现在钱没有全部拨下去 那么绝大部分的钱是由台北市警察局自行的垫付 那么今年下半年中央说 我愿意给你补助 那当然大家要问啊 大家都知道马上大家都编预算了 明年呢 明年的钱在哪里 既然中央到现在为止并没有承诺 仅情加急提高15% 那么台北市是需要19亿7000万 将近20亿的钱 但是中央目前没有承诺会全额补助 市议员徐巧新表示 中央喊出市府公务员调薪及警情加急时 包括北市议员 北市府都认为会按往例全额补助 但中央忽然将财政负担丢给地方相当不负责任 而罗志强表示 既然中央给出公务员调薪及警情加急的承诺 就应该出钱买单 是希望能够帮台北市政府向中央争取这笔预算 原因很简单 过去呢 在包含警情的加急 包含军公教人员过去的调薪 都是由中央全额的补助地方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 所以当时在政府 中央政府喊出来 有警情加急15% 以及呢 有公务人员调薪的时候 所有人包含我们台北市的所有议员 还有台北市政府 都认为这个政策按照网例就是会全额补助 每一个县市政府 由每一个县市政府的财政规划 不管是蒋湾上任之后 他推动了包含我们的育儿津贴的加码 或者是重摇金老金的发放 这个对于市民来说 都是有感而且需要的政策 可是当你突然外插了一个 警情加急15% 以及公务人员调薪 而你把财政的负担 就这样子丢给地方的时候 是相当不负责任的做法 过去我们也看到 先前在这个所谓的交通行政院的通勤月票 T-pass 也是类似的情况 地方明明我们出了是四成的钱 可是当时行政院一指公文来 要求所有的文宣包含是台北市政府 出资宣传的宣传片 上面一定都要加行政院 否则不予补助 这个这次的情况也是相当类似的 中央政府喊出说军工教调薪加码 本来是一个好的政策 我想好的政策我们不分政党都来支持 可是当你好事只做一半的时候 还能称为好事吗 民进党为什么去年军工教调薪的补助 他就全额补助 警情加急就很大方 而今年军工教调薪就要违反惯例 硬是要台北市政府出一半的钱 很简单嘛 去年开选举支票的时候 台北市正在选举啊 如果说今天他敢叫台北市出钱 那抱歉 那陈时中你还要选吗 今年选的不是台北市长 今天选是总统啊 反正陈时中也没当选台北市长啊 有庆蔡立啊 可是请问 这是一个执政党在做的事情吗 这种例子屡见不显啦 就像今天 你动辄几十亿 而且不是今年哦 二十几亿军工教加薪的 增加的一个财务负担 那是连续性的 那是永久性的 那请问你要排挤台北市 多少的一些预算 王宏威要求中央要有统一的军工教调薪补助标准 并承诺明年全额补助警情加击 不能选前开支票 选后就不认账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国内诈骗案件数居高不下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宣布 民众检举车手奖金 将从原先的一万元翻倍成两万元 希望提升打炸力度 维护市民的财产安全 台北市长角万亲自颁发奖金 感谢协助警方阻止诈骗案件的银行行员与超商人员 根据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方面的统计 台北市今年上半年成功拦阻587件诈骗 拦阻总金额达6亿2000万元 角万除了感谢金融机构与便利商店第一线从业人员 在第一时间发挥拦阻诈骗的协助 也认为还有努力进步的空间 其中有超过63%男主失败的年龄层 落在70岁到79岁 男性占多数 我们男主失败的年龄层是70岁以上 70到79岁 所以年长者 他们在我的分析里面 在整个男主中炫出的过程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这个部分 也要请我们所有 在第一线里的履重的 救援界的朋友 和高速的朋友 会不会注意 那另外 男主失败的年龄层 男性再多数 台北市政府检察局方面表示 台北市炸七车手提灵次数 在去年达到最高峰 有16万250次 不过在北市警强化打炸力道后 今年1到6月为止 提灵次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00多次 为了进一步阻止诈骗集团 北市警方面也宣布 民众检举车手奖励金 将从原先的1万元 加码翻倍为2万元 向鼓励民众踊跃提供相关情资 协助警方打击犯罪 我们为了要鼓励查集车手的这个检取 我们从奖金从1万块 会花到2万块 那我们各位好朋友 在金融机构 在超商 如果有阻诈成功 我们会花 我们也会颁发这个奖励 从本来是1000到2000 我们颁发2000到4000 那同时呢 就是我们个人阻诈 以及我们金融机构 阻诈成功的这些单位 我们都会请市场 签字的颁发 警方强调 近年诈骗集团 多透过网路假求职广告 招募车手从事提领 或移转账款的工作 今年到6月为止 北市警已经弃货车手 达1175人 因此呼吁民众 不要受到金钱诱惑 加入诈骗集团行列 甚至提供自身金融账户 提款卡作为人头账户 否则等着您的 将是被警方逮捕 入狱的后果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台北市中山区公所 今年为新一名 开办手工皂制作课程 邀请直催达人张淑慧老师 带领学员认识保养品 原料特性 并运用东南亚特产植物 制作天然手工皂 开启微创业的可能 玫瑰花动物各种造型手工皂 运用椰油 棕榈 香兰叶等 天然植物制作而成 散发出天然的香气 中山区公所开办 五国界手工皂初级班 邀请直催达人张淑慧老师 带领新一名朋友 进入手工皂世界 课程中不仅可以认识 各种直催原料的自然功效 以及如何制作手工皂与保养品 还可以认识新朋友 学员们都收获满满 因为在台湾天气比较潮湿 然后很容易的湿疹 湿疹就会反映在皮肤上 会骚痒 会痒 红肿 那因为我听说 有这个手工皂的课程 那我就觉得说 它是天然的一个好东西 对 所以就会想说来参加学习 知道它是怎么制作 就是也有交到好朋友 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那本来是一个很少的一个范围 就是都是在家里 都没有其他朋友 那来就可以认识到新的朋友 对 可以互相交流 也知道各个不同国家 它的特色的方向的香草啊 食物啊 植物啊 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 我来自马来西亚 对 我非常感谢中山区公所 这次办的手工皂的这个课程 让我们来自很多不同国家的新住民 可以在这里齐聚一堂 然后大家一起互相学习 互相成长 然后也感谢区公所这边有淑慧老师 非常专业的手工皂的老师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不管以后大家 有没有往这方面发展 可是就是还是可以做给自己的家人使用 因为这些都是使用天然的东西来制作的 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好的 没有副作用 然后天然的雄厚 其实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结交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对我们甚至还可以说 以后如果说哪边还有开新住民的课程 大家可以相邀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因为来学员来自于各个国家 所以其实都把他们各个国家 他们常会使用到的一些精华 把它拿出来用 像越南的班兰叶皂 我们就会取它天然的绿色 而这个绿色是不会褪色的 我们用直萃的方式 还有印尼常用 他们在很多的饮食料理中的椰浆 也就是你们的烟奶 我们把它入照之后 可以让它 手工它的喜感更温润 再下来 马来西亚的红棕铝油 它也是一个出产棕铝油的大锅 我们把它的棕铝油放在手工皂里面 让它有加成的效果 红棕铝油出来的皂是橘黄色的 那这个色者不用再额外再添加任何的色粉 或者是色液 以上这些 我们课程里面有的这些皂 其实都来自于他们国家 他们盛产的东西 那我们再一次的把它 融入到我们的手工皂课程里面 结业式会场 学员们开心的大合照 中山区区长李美丽表示 开办课程是希望新一鸣 可以丰富生活技能 营造生活质感 当新一鸣对课程产生兴趣后 也可以升华变成微创业的动力 其实我们每一年度都会开办新一鸣的课程 那开办完新一鸣的课程 我们就会做那个意愿调查 意见调查 那喜欢这个手工皂的 它就是第一名 所以我们就是会去规划 这一个手工皂的课程 那手工皂的课程因为牵涉到 新住民他自己本身家庭也可以用 他也可以馈赠他的亲戚朋友 然后当然他也可以开业 如果他对创业有兴趣的话 他是可以开业的 所以我们居于这样子的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开办了这个手工皂的课程 希望他们自用 家用 亲戚朋友用 然后未来是可以创业的 那我们希望新一鸣可以把我们台湾 就是他乡做为他们的故乡 中山区公所多年来为新一鸣举办各种课程 成绩有目共睹 都让新一鸣有满满的收获 而这次保养品训练课程 新一鸣一同感受天然手工皂的奥妙 而中山区公所也将陆续推出更多相关课程 培养新一鸣的自身软实力 手工皂棒不棒 棒 新竹笔手工皂账不账 账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再带你来看 网络线上购物成为民众的消费状态 带动代收代付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交易 蓬勃发展 根据统计 目前登记的业者已经有14000多家 为了要避免设立门槛低的第三方支付 成为诈骗集团洗钱的管道 立法委员郭国文与中嘉宾 共同召开记者会 要求数位发展部等主管机关 应该要拟定对策 加强监管 落实洗钱防治 扛起打炸责任 立法委员郭国文与中嘉宾大声疾呼 落实洗钱防治 扛起打炸责任 因为方便民众购物消费的第三方支付平台 设立免槛低 恐沦为诈骗集团诈骗洗钱 及躲避检警查器的工具 因此郭国文要求数发部 针对第三方支付业者 应比照虚拟货币模式 在两个月内 强制完成法尊声明 及登记纳管 一万四千四百二十四家当中 我坐在的 我们也问过这个数发部 数发部主管机关 虽然也不知道 虽然也不知道多少家 所以说你连多少家 你都不清楚的情况以下 你如何进行管理 所以既然数发部 如果有相关的这样的管理条文在场 我们就要求数发部 对第三方支付的管理 应该比照虚拟货不一样 要求限期两个月之内 要予以登记 众嘉宾也指出 一万四千多家第三方支付业者当中 有三分之二支本额是零 他严重怀疑有诈骗集团 直接开设第三方支付成为洗钱管道 因此要求主管机关 应该针对支本额 经流信托与虚拟账户三项 加强监管 第三方支付业者主管机关 应要求必要的资本 而以落实法遵要求 第二 主管机关应该对于 经流信托过程 予以明确的规范 包括国务委员所提出的 从支付嫁金到领取 嫁金的过程 第三 对于虚拟账号的泛滥 须需刻意 第三方支付业者 必须针对使用虚拟账号的过程 能够做及时的存入 我不敢说监控 及时存入就好 那这样子呢 才能大量的 有效的去恶主 诈骗集团 使用第三方支付 作为犯罪工具 不过诉发不代表 在说明目前管理措施时 却引发过国文不满 直批好像侯友宜 讲的都是官话 第三方支付业 这部分 它目前不是特许行业 你现在考验我的耐心 你有点像侯友宜 我请教你 我再问你一次 书发部到底要不要 离同那个金管会处理 虚拟货币的这种管理的方式 只要任何 就是说有助于第三方支付管理的 这部分我们都会愿意来积极来研究 那需要做跨部会的合作 我们其实也都从成立在 我们就一直跟高权署 刑事局导断 还有金管会 NCC都不断的在开会来提升 我们这个第三 不管是第三方支付 或者是其他诈骗的一些 一些房制作为 金管会方面则表示 六月银行工会已提出 对第三方支付提供 虚拟服务的强化措施 法务部则回应 会定期与速发布 分享洗钱房制样态 并透过跨部会横向平台 处理第一线执法人员 所遭遇的相关问题 我们刚好也被查了工会 它更强化的一个措施 对银行工会 因为它提出了一个 有关银行对第三方支付 提供虚拟账户服务的 这一个强化的措施 那帮刚刚委员提到 有关中间他在做业务的时候 要不要持续审查 这个非常重要 如果发现异常 必要的时候终止 相关案例犯罪太阳的这个部分 行政院也已经责成 台湾高等检察署 跟金管会 NCC 还有速发部 等相关部会 要组成一个联系 横向的沟通平台 让他们可以处理 第一线执法人员 所遭遇到的相关问题 郭国文最后要求 数位发展部 在一周内提出回复 中嘉宾也决定 近期将召开公订会 邀请各单位一起 及时广益 避免便利的科技工具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管道 记者张启腾 台北报道 台北市大同区公所 112年成年礼活动 在永乐广场温馨登场 适逢成皇爷诞成前夕 特别由成皇老爷 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 平安长大 市长蒋万安也在现场 恭喜所有的礼生准大人 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参加成年礼的礼生与家长们 来到台北沙海成皇庙 在成皇老爷的加持下 祝福即将步入成年的礼生们 平安长大 市长蒋万安也到场 一同欢庆这个重要时刻 除了感到格外开心与感动 蒋万表示 有着成皇爷的祝福加持 更是让这次成年礼活动 充满神圣的意义 今天所有来参加成年礼的礼生 所有的年轻朋友 在我们成皇老爷的见证之下 都能够迎接人生新的礼程 新的阶段 我也期待 我们每一位今天参加成年礼的年轻朋友 展望未来都能够发光发热 能够朝自己的梦想目标前进 大同区公所除了精心准备丰富的成年礼品 分享给李生及家长 现场还安排精彩歌唱表演 经由按摩孝青仪式以及成年盛典等活动 带给李生与家长温馨愉快的情子时光 而压轴彩蛋抽奖活动 更是让现场气氛嗨到最高点 我们今年的成天礼 特别结合我们峡海文化节 那也适逢我们成皇老爷的圣诞 所以我们今天办理一系列的活动 除了替成皇爷软兽之外 也让成皇爷替各位李生祝福 献上平安跟喜悦 除了刚刚替峡海城皇庙的成皇爷软兽之外 那我们今天也办了一些精彩的活动 去场真的要祝福各位李生 即将成为一个有担当 脑负责任的成年人以外 不要忘记在你们的左手边右手边 要感谢你们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 我在这边要祝福各位最佳男女主角 蓬城万里 同时也要祝福我们在场的爸爸妈妈 身体健康和家平安 这次成年礼活动 现场涌入300位亲友与市民 一起见证温馨且特别的成年仪式 许多李生更是全家出动 还有三代同堂的共同参与 不仅展现家庭的凝聚力 也见证家族的连结与传承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金剧天后魏寒铭首次公开收图 宣布将国光剧团的黄诗亚 当代传奇的黄若霖 陈允文 三位优秀的青年弹行演员 收为徒弟 由国光剧团艺术总监王安琪 团长张玉华 当代传奇剧场艺场总监吴兴国 以及行政总监林秀伟见证 正式宣告金剧梅派艺术开支散业 舞台上摆放梅兰芳 梅宝九还有梅兰芳 在牡丹亭里诠释杜丽娘的照片 金剧天后魏海敏收图仪式 在台湾戏曲中心举办 由黄诗亚向魏海敏奉茶 黄若霖乘上拜师帖 陈允文奉上树修 师徒四人一起合唱梨花颂 场面温馨感人 梅花开春带雨 梅花落春日的雨 此生只为一人群 到他聚光 今夜迟 今夜迟 一直有人希望我收图 那么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我传承的是梅兰芳大师的一种表演体系 那么我就是代诗传译 所以呢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收图的 但是我后来在这几年疫情 我就发现 就是沉淀的时间比较多了 那么我发现其实身为一个老师 在教学生系的时候 其实他教的不仅仅只是一个动作 或者一个表演 其实他要大量的去投注于自己对于角色的认知 以及自己对于如何的在这个人世间呈现属于一个演员的自己 是应该怎么样如何自处 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部分呢 不是说 并不是说好像学戏 学一点点就算了 那么还有另外一点原因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我教戏真的教得非常的巨细迷遗 每一个大大小小的细节我都不放过 因为我觉得我的整个成长的环境呢 是现在的学生所没有的 所以我很希望把我自己过去所有的经验 所有的经历都分享给他们 我希望他们能够了解我对于戏曲的看法 我对于京剧表演艺术的一种境界吧 1991年魏海敏正式拜梅兰芳大师之子梅宝九为师 成为旗下第一位弟子 魏海敏自此真正打开梅派艺术大门 在拜师32年后 魏海敏也将担起心火相传的托付 1991年才去拜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觉得自己是不足的 我是必须要再学更多的东西 我才能够好像存在多的钱 我才能够去花一样的那个感受 所以我在91年拜师之后呢 我是潜心的学媒 但是回到台湾来 我还要生活嘛 我还是跟台湾这个土地 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台湾这个地方呢 它比较少的这个所谓的业余的票友 它比较少 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表演里面 增加更多创新的部分 所以呢我就觉得 我好像在北京那里 一直在挖掘传统的 一直在学习传统的养分 但是回到台湾来呢 我就不断地要去 去创造一个新的人物 创造一个新的角色 那么这两样东西呢 我就觉得在我的身上啊 好像就是一体的两面 它缺少任何一样都不行的 那么这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今天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 小小的成就呢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分割的 收图一事由国光剧团 艺术总监王安琪 团长张玉华 当代传奇剧场 艺术总监吴新国 行政总监林秀伟 作为见证嘉宾 看到金剧梅派艺术的 已开之善业都相当感动 感谢魏老师 愿意把自己一生的梅派艺术 传承给三位 获得您信任的学生 遥想三十二年前 也是六月吧 夏天 魏老师一个人单枪匹马 去到北京拜师 梅宝九先生的时候 魏老师的身份 是台湾第一当红的 明灵弹角 可是他去到北京 他把自己的一切归零 一切从头开始 跟着梅宝九老师 学咬字 学发声 练气口 找尽头 练就了气成丹田 把自己的身体 变成一个大音箱 所以魏海明老师 当年学习的梅派的成果 并不是说 我学了这出戏 学了那出戏 学了三出戏 学了五出戏 而是他可以体会 各中三昧 体会了梅派艺术的奥秘 梅派艺术的奥秘在哪里呢 梅派没有特色 可是他沉着大方 中和稳健 简单说就是大气 这两个字 这个就像是一个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活水泉源 也是一个无限大的 艺术资料库 而魏老师取得了这把钥匙 从此以后 他用这把钥匙 打开了这个无限大的梅派的资料库 魏海明表示 学习是一辈子的追求 他期望自己能像梅宝九老师一样 成为习艺者与艺术精华的桥梁 引领学生在艺术之路上走得更脚踏实地 记者李熙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长脚腕热情的与每位里长握手打招呼 上任后首度与南港区里长举行座谈 老旧社区与都市更新 成为里长们关注的焦点 其中南港里里长李志景就提案建议规划 南港高工侧边囊带 新建多工人综合大楼 对此脚腕回应表示 有预留相关用地 为了将空间做最有效的配置 目前在府级层级 已经设置室友资产工需整合销柱进行盘点 我们会盘点 比如说南港区 室友闲置的空间 包括学校等等 或者是眷社 那另外 我们也会盘点 包括里长们报上来的需求 有的里长是希望 这边我希望 比如盖社宅 我希望有社福 有日照 公托公用 那当然我们会请 选择单位 去了解 比如说 这个里的确我们需要 公托 或者我们这里需要日照 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完整盘点 然后呢 来做一个调配 拉到府级层次来 另外有四位里长联合提案 呼吁台北市政府针对东区门户计划范围内的老旧社区进行通盘检讨 尤其在交通部分 中南里里长张昆龙游行 如果不事先规划改善 恐怕会成为内科交通问题的翻版 因为人家外宾来看的话 哦 现在很不好看 结构很不好看 我们台队是 一定是熟 六部制度是熟 不要这种结局存在我们 这个比那地方还重要 因为展览馆两个地方 好像还有台湾零售的西山 未来的拉拉破进来 这一块以后 展览馆还有奥勒 还有人口进出在南港的 以后会变成很大很大的交通阻散 我希望政府在这一块的交通 要特别特别注意 移民变成内部内科的地盒 这一块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对此台北市长蒋婉安表示 有关加速更新部分 都发局正在进行研议 预计第三季将有一个初步的结果 交通部分 甲湾强调会用各种方式 提供市民多元的交通选项 希望南港园区不要重蹈 内湖科学园区交通问题的复测 我们预计大概第三季 也就是9月 我们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那我们希望的是透过 目前盘点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 跟手段 把这些目前老旧 或者是有公安疑虑 或者是 这些环境 真的非常破旧 期待更新的地方 能够加速 所以这个是目前我们正在做的 所以接下来第三季 我们会提出这样的方案出来 所以 里长们很关心这个部分 我们都有听到 地方上面这样的心声 第二个里长提到交通的问题 我们现在也理解 在很多规划上面千万不要重蹈 内湖科学园区的时候 的复测 所以包括我们现在推出很多的政策 包括接下马上施行的120月票 就是希望大家使用大众艺术工具 那我们希望转变 这样使用艺术工具的习惯跟方式 各种规划 我们都会来做 也确保南港相关的交通 不要恶化 蒋万在会前受访时表示 不只在南港区 从台北市整体来看 不少地方也的确需要加速更新 因此在都发局第三季 有一个初步结果出来后 将就各个地方 亟待更新之处 透过各种政策手段 来加速推动更新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中山国小四位五六年级小朋友 从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黄一郎 以及委员佟胜辉手中 接下奖状与奖金 并接受师生们的掌声肯定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从112年4月起 办理校型凯模表扬甄选 以中山区11所国小五六年级学生 为举荐对象 希望发觉感动人心的校型事迹 让获奖学生的校型 能够成为众人表率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来感谢我们所有的委员 大家同时能够协助帮忙 我们这一次在我们中山区 11所国小 办法校型凯模奖 那我们这个中山区民俗会 就是为了社会的一个公益 就是因为我们之前 我们课纲里面都有那个生活与伦理 还有公民与道德 那我们现在那个课纲没有 所以这个小朋友 他们就比较不知道说 怎么样能够这个孝顺 回馈父母 所以说我们特地颁发这个奖项 来鼓励所有的同学 孝顺父母 对这个长辈能够能够照顾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永远的推广 希望说学校能够协助我们在这个学校的校刊 还是说公布兰能够在我们得奖的学生 能够把它刊登出来 让其他的同学如果看到的话 他们可以感受到这样子一个同学的一个孝心 感染到其他的这个小朋友 让我们的家庭更温暖 社会更和谐 其实我们这个校刑场推动的应该是蛮顺利的 那可能这几年以后 我们陆陆续续着重在这个区块 外面的奖学金的成分比较多了 因为很多公庙啊什么都是很多在办奖学金 所以我们民俗会应该是走向这个民俗风气 就是把如何端正学生的品性跟教养 帮助家里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这个民俗会 已经有那个讲那个一年两次的讲学金花旺 那今年的校型楷模是今年第一次开始 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好的那个传承 可以永远一直传承下去 这次获奖的四位中山国小学生 都在生活中展现孝顺父母的具体行动 学务主任王彦涵也代表学校 感谢中山区民俗委员会 让学子的校型能在学校中发扬传承 就是帮忙他们做家事 然后有一次妈妈确诊 然后我就帮他煮饭 然后给他吃 帮妈妈怎么办 你觉得不会的 不会因为之前煮过很多次 那妈妈有没有觉得你感动 有 因为我有一个弟弟 所以就是平常父母很忙的时候 会帮忙照顾他 还有就是平常会帮忙 就是例如说出去倒垃圾 或者是帮忙洗衣服或晾衣服之类的 这边要特别谢谢中山区的民俗委员会这边 就提供给我们学校的小朋友 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其实中山的孩子们都很棒 那平常在不管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 他们都会针对这个部分 会有一些行为的表现 那我觉得刚刚小朋友 在他们的感想里面也说出来 就是他其实在对弟弟妹妹们的照顾 那我觉得在学校里面也是一样 对学弟学妹都有一定的照顾 那当然对师长也都很有礼貌 那这些孩子都是学校的孩子们选出来的 那也很恭喜他们 那也祝福他们 因为有些孩子已经要六年级 下礼拜就要毕业了 祝福他们就是毕业快乐 那也希望这样子的好行为 能够在中山一继续传承的下去 中山区民俗委员会会长黄一郎表示 希望透过活动 勉励大家从日常生活做起 展现慈效行动 未来也计划推广到中山区各国中 让校型观念在校园扎根 记者领席会议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和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重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这场拍照打卡 画面上这个地方是基隆的海洋广场 时尚的咖啡品牌与观景沙发区 在假日的傍晚市营运 吸引许多在地市民与来往的外地游客 到此体验打卡拍照 就是可以让基隆再有不同的面貌 像基隆最近开很多新的店 所以我觉得基隆的市容就是越来越好 而且应该可以让更多年轻的族群 就是出来有个点可以来享受或是来看看 很好 我是看到社团有人PO特地来的 我坐公车来这的 从哪边坐公车 暖暖 暖暖市区 对 我是当地人 那就带朋友朋友来 是不错啦 可是我觉得蛮少的 可以多几节 港市还蛮漂亮的 基隆港蛮漂亮的 我们觉得这个尝试是蛮好的 然后应该说这三天四云下来 是让我们非常有信心的 对因为我觉得基隆的当地的居民 其实好像都蛮齐 就是这个店好像带来一个新的东西 对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有超出我们的预期 比如说星期五的话 就是本地从台北 就是回家的那个 就是本地人 基隆人 然后再来就是外地的话 这两天就是比较多的外地人 比如说刚刚有从淡水来的 然后因为他们都会来这边寻找那个鲨鱼 什么3D的那个东西嘛 对我记得基隆人 对因为我不是基隆人 对对对 所以其实六日的话是外地人居多 那礼拜五晚上的话 七六七点很多散步的基隆人 对 PARA其实我们 其实很简单啦 我们就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有跟那个艺术家朱成为合作 就是他是新锐艺术家 他的就是我们希望把他的微笑也带给大家 对 就是其实最希望大家找回微笑 因为这几年疫情嘛 所以扣下口罩之后可以找回大家的微笑 所以他叫做海湾微笑咖啡 业者表示在海洋广场试营运的结果 超出他们预期 吸引许多民众点杯饮品 或是抹茶双麒麟在此休憩 最舒服的时候大概就是五点过后 凉爽海风吹来 山海港景互相辉映 让人沉浸在基隆港湾的黄昏美景中 基隆市文化局今年夏天首度在海洋广场 尝试推出海洋咖啡 也逐步落实市长谢果良 希望增加在地消费的构想 市长谢果良也希望结合品牌 来共同提升城市的质感 期盼将海洋广场打造成 更具港湾特色 充满火力迷人的新地标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您知道真正好吃无负担的 古早味豆腐乳怎么做吗 中山热林学习中心 特别邀请到林丽华主厨 分享制作豆腐乳的诀窍 主办的智慧 做豆腐乳的时机就是暑假 自然发酵三个月后就能品尝 做豆腐乳的成败 在米酱与豆腐脚 主厨林丽华将精心照顾四天的 主材料搬上桌 一步步分享制作豆腐乳的诀窍 做豆腐乳的秘诀 第一个你的豆腐来源 豆腐脚的来源很重要 天然 然后用太阳这个时间点 就是刚好在端午节跟秋分这段时间 是最适合做这些腌制类的东西 你可以加甘草 你可以加化霉 然后凤梨你要多一点 你就加很多凤梨 让凤梨的酵素在豆腐乳里面 产生很好的质变 然后这样的发酵 那个东西其实是最到位最天然的 秒杀的豆腐乳做法全公开 只要愿意学愿意做 就能品尝到祖先的智慧 让祖孙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可以感觉那种古早味 然后小孩子也可以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 真的是让豆腐乳增添了一种甜蜜的滋味 今天这个课程很好的校长 很高伴 这个导致我从来第一次到这一次 今天有吃到够了 很高兴的 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很多奶奶学做豆腐乳 真的很开心 做豆腐乳回家可以爸爸吃 原来豆腐乳是这样子发酵过程的 我很开心可以跟奶奶一起做豆腐乳 孩子们将豆腐乳装观的秘诀 以定格动画的方式呈现 创意十足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 有一个瓶子跌倒了 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与美食共普温馨时光 透过祖孙共学 情感连结更加深厚 同时也传承了美食的记忆和文化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青农二代与敲山声团队 将美学搬上桌 运用当令食材与在地农产 打造缤纷野食 令人实质大动 搭配专属的甜点开发 让消费者与这片土地 文化有更深度的连结 逢手前小黄瓜 还有这三斤重的甜笋 可以蹦出什么火花呢 绿竹园山鼠农场的小花 将自家农场出产的作物 制成蔬菜饼 搭配研磨出的黑豆酱油 将蔬菜的鲜甜提醒而出 可以吃到在地的蔬菜 还有口感就是很清爽 里面有用的 自己种的果手瓜 然后还有那个小黄瓜 自己种的小黄瓜 还有这融入鲜甜竹笋的汉堡肉 先煎后蒸再烤 入口即化好美味 用蒸的主要是让里面先完全熟 然后之后我们现在还要再做一个烤 味道很清淡 然后口感也是还可以咬得到 那个里面的蔬菜的那个脆脆的 蛮适合夏天吃的很清爽 而这铁龙笋可是产自自家农园 跟着农场主人陈寺福陆山区 体验亲手栽笋的热曲 这个很多啊 你看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那边 这边也有 很多啦 这个现在刚好是出产期嘛 找这边弯弯的 用力把它压下去 没有声音就断了 有一点声音 脆脆的声音 没有声音了 好 来挖一根了 很棒很棒 而且这里真的很舒服 这个整个竹林啊 风声啊 鸟叫啊 敲山声团队以竹子当容器 制作吹针出的笋子饭 选用水月农庄自然农法栽种的稻米 与笋子交织出鲜甜的吼滋味 好好吃喔 因为我的栽碗比较好吃 与敲山声轻农共同设计研发的食农野食 融入美学艺术 还以自家酿制的蜂蜜 制成饮品 庆人心脾 在丑民鸟叫的大自然交响乐陪陈下 品尝七度的山产美味 感受这片土地文化的连结 与生活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